公事怒迷黑合作!让台湾青少年观点现身国际舞台。 青少年评审团会议由公事主办,影视音时任学校协办。 中维影视音时任学校校长小野。图公事,20101803.19。 公事今年与德国慕尼黑国际儿少双演展,Prix Junets International,合作,负责筹组2018亚洲区青少年评审团。 已于3月17日,18日两天,在影视音时任学校执行青少年评审作业,讨论内容将提供慕尼黑影展进行相关研究之用。 也让来自台湾青少年的独特观点,有机会展现于国际舞台。 德国慕尼黑国际儿少双演展创立于1964年,由慕尼黑市政府,德国公共电视CDF及巴伐利亚公共电视共同主办,为一竞赛行影展。 每届针对青少年节目,11-15,特别规划青少年评审团奖项,于影展前赵木各大洲青少年评审团代表进行评选,希望评选结果能更贴近全球青少年观点。 本次影展挑选出6个国家来合作办理青少年评审业务,包含台湾、加拿大、玻利维亚、埃及、加纳和斯洛维尼亚。 公共电视为此特别争取主办此青少年评审团活动,并于2月期间进行青少年评审团招募,从上百件合格报名者中,连选出16位中英文能力俱佳的11-15岁青少年。 这16位同学在3月17日至18日为期两天的评审团会议,针对德国穆尼芬尔少少年影展2018年竞赛入围之青少年作品,共23部,进行包含看片及作品评审讨论,表达最直接的观影感想。 最后评审团分别选出11-15岁剧情类和11-15岁非剧情类的前三名,并进行投票结果宣告的影像拍摄,此宣布影片将在慕尼黑国际儿少影展的闭幕颁奖典礼中播放。 德国穆尼黑国际儿少年影展将于5月25日至5月30日举行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